大家好 我是大东北 来鹤岗除了招美食 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 那就是买房子 因为鹤岗的房子现在是白菜价 看我身后 看 一楼75平 11万9 二楼70平 8万8 还有一个更便宜的 六楼飞顶层 74平 6万5 但是这个还不是最便宜的 我给你一个白菜价的 这是七楼55平 1万8 你没看错吧 1万8 走吧 还想啥呢 快来鹤岗买房子吧 走 买房子去 来到鹤岗以后 很多朋友都推荐我 一定让我尝一尝李家包子 那我找到了一家 在一民街上 我也不知道正不正宗 走 过去尝一尝吧 他家像鸣档似的 看看 他家的鸣档 炒着非常干净啊 炒着都包得很有食欲 来一个牛肉的啊 还俩牛肉的吧 牛肉呢热了啊 就这里的 这啥呢 还有牛肉呢 还有那个啊 我拿一个牛肉就给了 这饺子 那条子 他家人呢是真多呀 他家挺大的 两层楼 他真不错 咱们没找错啊 他家是总店 他家这个价格啊 都算正常价嘛 就是牛肉的两块 剩别的馅儿呢 都是一块五 粥呢是两天一晚 我们拍摄的时候啊 他家这个所有的朋友呢 都在看我 是不是以为给咪啪啪啪嘛 来吧 去尝一口 哎呀 味道确实不错 我也不知道他家特色的是什么馅儿的啊 我就是根据我自己的喜好点的 一个包子 还有猪肉形态 他家的包子呢也是发面的 挺实在挺大 而且啊里边的馅儿非常多 里边的汤汁啊也挺多的 吃着是确实挺香的 我吃这个是猪肉馅儿的 吃的时候啊 猪肉的香味挺浓的 刚才啊我点的是猪肉芹菜的 但是啊芹菜我一点没吃出来 你管他啥馅儿的吃着挺好吃的 确实挺好吃的 这是牛肉的 里面这个里边有胡萝卜 牛肉馅儿一般都都是这个胡萝卜和圆葱 我感觉这牛肉馅儿没有猪肉馅儿好吃 这个汤汁啊没有那么多 没有猪肉馅儿那么多 还是猪肉馅儿好吃 大家 这个大肉包子真香啊 但是我没有吃饱 我六点肚 听说呀 鹤岚的馅儿饼非常好吃 好咱们再去尝尝馅儿饼 好咱们再去尝尝